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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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這個節目呢 是因為我們頻道最近呢 請來一位據說什麼都可以算 什麼都非常準的一位算命師 讓我們歡迎簡少年 今天呢製作組特別出一些題目給你 好啊 什麼樣的題目都可以嗎 對沒有什麼 基本應該還行吧 還行 你說的喔 我們這邊有四張題目 你抽抽看 中間這張好了 如何從面相中看出一個人 吃不吃香菜 什麼樣的題目都可以嗎 對沒有什麼 基本應該還行吧 這個已經超出我這個 訓練的範圍 你說什麼都可以算的啊 對沒有我剛剛 如何從面相看出一個人吃不吃香菜 挑戰開始 GO 製作組會先給入人商店應的小旗子 喜歡商派的人拿藝作 考驗商派的人拿紅色作為視頻 首先我簡單就是剖析一下 這個帥哥的面相 不要看他一副是武將的樣子 其實他很聰明 因為他門牙很長 但是重頭戲要來了 我剛剛胸有陳竹說 我覺得他不能接受吃香菜 所以你可以接受吃香菜 可惡 講這麼多都白講了 真的覺得應該是用三根去判斷 就是他三根太低了 所以他可能會不喜歡吃 沒想到他還是會喜歡 可是我認為三根應該還是關鍵點 只是因為他門牙很長 腎很好 所以這個人可能接受度比較大 所以我要加一個新的判斷是 如果他三根長得過高過低 加上如果他腎不好 他可能就應該是不吃的 難過 我先簡單講的是同學 同學的面相很屌 就是他印堂有一個字 代表說他直覺很準 你是不是地量很強啊 對 你看他側面 耳朵快要比眉毛高了 這個是超級聰明的一個面相 好緊張 要猜他吃不吃香菜 你轉側面我看一下 我覺得他應該是 不吃香菜的 因為他三根比較低 而且他的眉毛長到就是三根之間 所以代表他肺應該沒有太好 所以可能不吃香菜 我們來問問他 吃嗎 他其實鼻子非常非常挺 所以他的這個執行能力很強 都能看到別人看不見的機會 因為他的黑眼珠很大 有點酷氣的味道 那綜合下來 我認為面相上面是怎麼樣子 來看他可能不吃 我想他三根很高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黑眼珠 比較有神 然後綜合下來 我覺得他應該是 不吃香菜 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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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不吃香菜萬歲 耶 耶 告訴你我還是有準的一天 黃天不復苦心人 看到沒有 所以我覺得剛剛前幾個為什麼不準 就是三根不夠高 這個三根夠高 真的 而且他的黑眼珠夠有神 綜合下來 代表這個的確是有點關係的 但我現在想要再加一個位置是 三根的問題之外 我認為在這個鼻樑有結的情況下 就有機會是 不喜歡吃這個香菜的狀態 太開心了 魚無人吃 所以這個男生是非常好的男生 因為他眼睛很秀長 然後他的鼻子很高 鼻子越高的男生 娶另外一半越好 他就是眉毛比較濃 眉毛比較濃 眉毛比較濃的人 就要特別注意肝臟的保養 還有肺的保養 但本質上他是一個很富貴 很有能力的一個男生 然後也很有很大的理想 我想要做很好吃 然後這個女生呢 是屬於我們講這個 比較偏旺夫的一個面向 為什麼旺夫 所以有幾個點睛 雖然他額頭很飽滿 所以他很聰明 就能被他挑到的對象怎麼樣 就基本上是蠻聰明的 那接下來要進到我們 非常困難的環節 這個環節就是要猜 會不會吃香菜 好 我看一下你 我覺得他是 吃的 然後 你轉側面 我覺得他是不吃的 因為他的這個 這個三根比較平 所以我覺得他雖然鼻子很高 有結 但是三根偏平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吃的 但是他為什麼不吃 是因為他三根也有結 他的鼻樑也有結 但是他三根有點偏他 他硬糖比較拱 所以我覺得 他也有可能是不吃的 好那我們揭曉答案 對對對 欸是吃的 欸還可以 我還是很容易給自己信心的 對 所以那女生其實我剛剛是有一點猶豫 因為他 眼睛黑眼珠沒有那麼有力 因為他硬糖太高了 所以算是一個例外 所以我還是可以準 下一次一定還是可以 我們分析一下這個帥哥的面相 請你發現他的三根超級高 三根超級高叫什麼 就是他執行力超強 叫大貴之人 所以這個人會很貴氣 別人天生就會對他好 我覺得他三根超級高 然後他的黑眼珠很有神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很有高概率 是不吃香菜的 他的面相來說他的三根也很高 然後鼻子也很挺 可是他鼻翔中間有結 所以他代表這個人喔 他其實有時候情緒會比較波動 但他是個想法比較多的人 所以他其實是很有創意的一個面相 然後這個是很有錢的面相 因為你額頭很高 所以又聰明又有能力 就是情緒比較波動而已 那這個人呢 他吃不吃香菜 我覺得綜合我剛剛講的 我還是很堅持我想的 在我手上 所以你應該不吃 我要先給你 不吃香菜 對嗎 不只兩次 我不只兩次 其實很多隻 其實很多隻 那因為他鼻樑有結 然後眼神很有力 三根也比較高 然後沒有那麼有肉 所以他不吃 這個同學我覺得是吃的 因為我覺得你看他三根 他三根算他 但是他鼻樑沒有有結嗎 你幫我把口罩拿下來一點 欸 你好像有可能不吃喔 我覺得 我還有點難了 因為我覺得他三根不夠低 雖然鼻樑有結 所以我覺得你是吃的 給我看吧 是 小明 這是你最後的肌肉 我們先來分析這兩位 帥哥的面相 雖然這個帥哥 他的額頭非常飽滿 但是他有一點點美人間 所以他雖然很聰明 但他有時候會過度好強好奇 然後在一些事情上 因為太好強 導致說他就比較辛苦 不然的話 他其實這個額頭的面相是很屌的 他會有天上掉下來的錢 因為他太陽穴上面非常飽滿 我覺得他三根有結 眼神也算有力 可是三根不夠高 所以我覺得你是吃的 吃 耶 你是屬於這個軍師型的面相喔 因為他的眼睛很秀長 然後本身的這個臥蠶也很大 所以他就是桃花也蠻旺的 但是你的這個三根有一個痘啦 所以如果有時候就是開心不起來 其實心臟能力不夠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同學是 雖然這個聰明冷靜 但是有一點勞碌 原因是因為內心焦慮 不會表達出來的一個面相 你鼻樑好像沒有明顯的結 三根也沒有很塌 眼神沒有 所以我覺得他是吃香菜的 QR哥 我覺得會破壞那個食物本身的味道 他味道太重了 所以你覺得他是臭的嗎 不臭但是 你就吃不到食物本身的那個味道 所以我其實是準的 他不覺得香菜臭 沒有 欸 是不是 還我清白 硬吃可以吃 但是 如果可以有選擇絕對不吃 欸 所以他其實是吃香菜的 真的 真的 對 感謝感謝 那我圓這個場我很開心 我很開心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成績怎麼樣 來 少年你自己說 我們訪三十個人你對了幾個 對 對五個半 五個半 很堅持喔 那個半就對了 對 為什麼是半 因為 因為我 我自己都講不下去 因為 我們剛剛從面相來判斷 就是是一個基因嘛 對 所以我這種基因判斷 他可能天藍天先天就無法知道這個味道 但如果是後天覺得因為美食的考量不吃 我覺得這個不能算我錯啊 我還是從他面相上這個基因結構去判斷了他不喜歡吃什麼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面相學是一種科學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準確率其實 好啦 給你半好不好 所以就55% 對 你準確率有55% 算過半啊 對 算過半 可是我們一開始講什麼 你的準確率要多少 15% 15%嗎 85% 所以我們這邊啊 下一集我要下修到45% 先不用講下一集啦 這一集沒有準齁 公開沒有下一集 我們再看啦 我們這一集還是有個成分 今天不管怎麼樣都還是好 好不好 就是 這什麼 檸檬原汁 檸檬原汁這個 你怎麼從一個面相看出一個人喜不喜歡喝酸的 我的面相就是很喜歡喝檸檬原汁 好是嗎 真的喔 我試試看 一口肝丸喔 有肝丸 大概幾個特徵是會不喜歡吃香菜的 就三根太高或太低 然後 好酸啊 然後 鼻梁中又有結 代表說他可能有機會就是 不喜歡吃香菜 然後如果他黑眼珠又很有神 那就有非常非常高概率不喜歡 所以不喜歡吃香菜大概有三個特徵齁 三根過高或過低 鼻梁上有結 對 以及眼神中中有神 對 什麼樣的人到底什麼樣的人叫眼神中中有神 蔡依林算中中有神嗎 蔡依林算啊 算嗎 蔡依林搞不好就不喜歡吃香菜 好啦好啦 我們 我們大概就這樣 所以 不負責任面相學 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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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